糖醋嫩姜要做的好吃 密解有两个 一是煮起嫩姜的姜牙 二是糖醋液的比例 浓度要刚刚好 只要掌握这两个要点 就能轻易做出好吃的糖醋嫩姜 每年的六七月是嫩姜的产季 这时紫苏也长得很茂盛 现在就来分享糖醋紫苏姜的做法 腌糖醋姜最好用嫩姜的姜牙 像这样一大块的嫩姜 只取尖端的姜牙 像这个小姜牙吃起来特别的嫩 先掰开 可以切薄片 也可以切小块 这样比较有口感 这个比较粗的地方 就留下来炒肉丝 有些切条状 全部切好秤重 用姜块重量 3%的盐巴腌制三四个小时 让姜的苦水吐出来 现在来调糖醋汁 发糖醋跟清水 放入锅中煮开 浓度可依个人喜好 稍微调整 过调整的幅度也不要太大 浓度调太高 姜块容易发皱 吃起来就不脆口了 反过来浓度调太低 会不容易入味 酱汁烧开后放入主书叶 洗火放凉备用 姜块盐了四个多小时 出了蛮多的苦水 沥干之后就可以装灌了 倒入糖醋液 腌过姜块 倒入糖醋液 腌过姜块 放冰箱腌 腌制入味 五天后有着淡淡指酥香气 酸甜微辣的糖醋姜 就可以拿出来当开胃小菜了 还有剩下的汤汁可以拿来做调味寿司 也很好吃喔 今天的糖醋润浆的做法就分享到这里